促請她盡快成立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 成立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在過往我們看到近年有三次 都是成立過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 這個條例叫做調查委員會條例 這個條例是賦予了特首去委任一些人士 去進行一個司法程序形式的 司法聆訊形式的一個調查 因為根據這個條例 第11條很清楚地寫明 根據本條例進行的調查言訊 可以當作司法程序的 而且根據這個條例 亦都有大量的權力 包括拘捕 甚至上門去一些物業作出調查 搜證等等 當然亦都可以傳召證人 那為何今天要出信給特首呢 因為其實事件已經發… 由這個叫做短樁打橫板的事件 其實已經發生了超過一個星期 而港鐵呢 亦都是多番更改 它的事故的細節 而且最重要呢 如果今天大家有留意到的 早上呢 當這個馬時亨去到電台的時候呢 居然要借大氣電波去作出呼籲 要求禮頓呢 去公開交代 其實這件事呢 可以說是史無前例 亦都是很難想像的 因為呢 港鐵 是判了一個52億的工程給禮頓 但是呢 就未能夠要求 禮頓呢 是公開交代事件 或者甚至呢 是對它清楚交代事件 那這方面呢 我覺得不知道是合約出現了問題 一定是監管出現了問題 但是這件事最重要的 亦都是反映了呢 就算 現在港鐵 將會做兩份的報告 一是包括呢 是這個負重的報告 還有二 現在說延遲一個星期 交那份的自己查自己的報告呢 很明顯 當中呢 一定會呢 是有一些的部分呢 是不能涉獵的 例如是呢 究竟港鐵有沒有辦法傳召 或者要求禮頓 作出提供某一些的資料呢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昨天港鐵能夠示範的 只不過呢 就是領那條鐵上去的那個部分 但是如果根據中科的講法呢 其實大家要留意呢 它當時的 尤其是是第二個的電郵 透露了的電郵呢 裡面是講到呢 是牆那裡 就是那個叫diaframe wall 就是那個分隔牆裡面 它是發現呢 是有那些叫做螺絲帽呢 是有損毀 甚至呢 是有些變形的狀況的 而 因此呢 就有個說法呢 就說 所以他們要剪了那條鐵 去符合那個狀況 那麼其實呢 現在呢 凡此種種的說法呢 也都有很多 究竟是關範信事啊 究竟是關羅斯武事啊 還是關紮鐵事呢 其實仍然是一個謎 但是如果港鐵 連禮頓都叫不動的話呢 我不知道它有什麼辦法 可以叫得動範信 或者甚至呢 令到最重要是什麼呢 令到呢 中科可以 就算是和禮頓簽了一個叫做保密協議呢 唯一能夠令到 中科可以很安穩 很放心地去給意見呢 就是根據我現在手上的這條條例 因為裏面說到呢 就是作供的時候呢 是有相關的保障的 所以呢 就是大家就明白呢 在現在這個事態發展到今天這樣的地步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林鄭月娥特首呢 是已經不容再等 就算港鐵交的報告你都可以看得到呢 其實一定是有不足的地方 而且我們在說的是一個非常之嚴重 非常之重要的安全財物的情況 而港鐵自己都說呢 市民的安全呢 是不能夠就是妥協的 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很希望呢 特首呢 能夠盡快去成立這個 有 就是根據這條條例 所下面所賦予它的權力呢 去成立這個 一個調查委員會 而我們很希望呢 能夠呢 是找出這個事實 所以呢 我在裡面呢 都包含了呢 是一些的範圍 而這些範圍呢 我是參考過呢 近這十幾年呢 一些包括同樣性質的調查委員會 以及其他的一些獨立的委員會 的 例如是呢 近這十幾年呢 有大家記得的教院風波 另外也都有這個南鴉海難 以及這個沿水事件呢 都是根據這條條例去成立了這個調查的委員會 所以呢 就是有傳召的權力 還有呢 可以保障到呢 證人作證 所帶來的後果的 而另外呢 當然也都有其他的一些 專責的小組出現過 但是呢 始終呢 我們認為呢 現在的事態發展的話呢 其實是應該盡快成立 根據這個香港法例第八十六條 盡快成立這個調查委員會 那麼呢 我們呢 在這個調查範圍當中呢 亦都有呢 在希望這個委員會呢 可以調查 當然呢 第一就是港鐵自己的監管 和他的責任 第二呢 亦都是說政府呢 的監察的機制 是不是可行 以及是不是有效 而當然呢 我們也都希望呢 可以藉在這次的調查 可以釐清每一方的責任 到今天 責任誰屬 仍然是一個迷離的 其實越聽越迷離 而最重要的話呢 我們都是希望呢 這個可以看到呢 整個的工程項目當中呢 有沒有人涉及人為的失誤 或者甚至去到續職的 續職不一定可以帶來刑事責任 或者可能帶來民事的責任 但是我們都希望呢 這個調查委員會呢 可以涉列這些範圍 而最重要呢 亦都是加一些 這個特首認為 是涉及公眾利益 而合適的範圍的 所以呢 我們認為是現在 有這個迫切性 還有呢 最重要就是 港鐵已經是成為香港 唯一的鐵路建造 及營運公司 而將來它還有更加多的路線 是需要建造 甚至去營運 如果不盡快處理今天事件 就算它將來真的會拆了整個月台 但是都是無補於事 拆了個月台 它只能夠保障公眾的利益 但是對今次構成整件事件 甚至是工程界的 可能會出現了一些違威威啊 或者甚至是包庇的情況的話呢 根本是不能正視 所以呢 這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是有急切性 還有是必須的 謝謝 好 首先,關於這個委託公司的委託公司 我可以在三個委託公司的公司 同樣的力量,設定在香港法律下86 under this chapter, under this ordinance, the evidence, I would say, the testimony, the whole process of this inquiry commission, it's a judicial proceeding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is commission has a wide power, for example, like arresting people, a subpoena, witnesses, and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is ordinance, witnesses are given required or relevant protection. So with this protection, I believe that the government or even this commission can gather a fuller range of information that would help to deal with different aspects regarding this incid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see that… I understand that the MTRC is going to submit its own report. However, you can see that the MTRC seems to have no power or no grounds to request the relevant main contractor latent to assist their investigation. And for example, like today, this morning, Mr. Ma, and the other chairman of the MTRC needs to urge, needs to ask the latent to appear before the public through its radio program. So I think that it seems that the current contract or status does not provide any appropriate reasons or appropriate way for MTRC to call a point latent. So with all these different reasons, you can see that at this moment, only the commission with this very important power can really find out the truth and to suggest or recommend how MTRC and the government can take further actions. And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point. And of course, there is an urgency because the MTRC is now the only company who construct or who built and operate railways. 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o assure the safety of the public as well as the efficiency of using public money and the efficiency of running all these different projects. So this is definitely highly related to public interest. And we are talking about not only at this point, but as a prolonged one. So I urge the government, especially only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such a power. So I urge Mrs. Carrie Lam to set up this inquiry commission as soon as possible. Thank you. Francois complaining I don't understand why港鐵 is Mueller is Gospel, or even after that I mentioned before during these days several weeks many companies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關於這個螺絲帽的事情 螺絲帽說的是有二萬六千個 如果根據中科的說法 大概有五千個出現了問題 那究竟這些問題是不是直接 跟這個紮鐵的工序有關 還是甚至這個紮鐵的工序 其實就算這個螺絲帽沒事 它們會照樣剪的呢 其實責任誰屬 到今天都仍然是不知道 而且螺絲帽的供應商其實是誰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螺絲帽已經打進了兩個分隔場 所以在這些其實大家都沒有機會去知道 而今天突然之間又再爆是犯信 我就不是很理解 而且如果大家有機會看回 相關中科的電郵 中科其實都說得挺實正 就說是禮頓的工人去剪 而當然曾經有報導說是禮頓 有人穿了禮頓的衣服 但這個我們都不知道 其實港鐵這幾天的交代 是不單止沒有去解決問題 反而是引申到更加多的疑問 所以我就說它越解就越迷你 所以我更加覺得 連政府都耐禮頓不何 或者港鐵都耐政府不何的話 我想不如就等這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所以用一個法定的權力去傳召相關的機構 當中特別是包括禮頓 可能是范遜 甚至是去到中科 因為中科現在始終都是有一個保密的協議 當然我之前都說過 如果是涉及一些非法的行為的話 或者是非法的事情的話 其實這個保密協議是會無效 即是說雙方都不避這個合約 有法律的責任 但是這個就是後話了 但是如果當政府是成立了這個獨立調查的委員會的話 這些的作工和證人都是會得到適當的保障的 當然是由法官領導而 根據條例是可以委任多過一位的成員 而我們看過翻查的紀錄 以往都是多過一名成員去做的 而法官去領導是絕對合適的 因為我們見到有很多權力 譬如說去出一些warrant 或者去抓人 甚至正如我剛才所講的 第十一條條例裡面的第十一條 都講到這個是一個司法的程序 所以如果由法官領導是好事來的 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會見到 有一些可能專業界別的人士 或者是JP類的人都有的 所以我們看過暫時來說 是沒有試過一位的成員 最近這三次是沒有一位去做的 主要都是兩位去做的